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黄明志的另外一首歌 我们之前聊过黄明志的玻璃心 我们知道玻璃心,有人说他是暗讽中国小泛红 其实他不是暗讽,他就是明讽 里面有很多很容易看出来的东西 到现在应该有3000多万的观看量 在YouTube上传应该不到一个月的样子 然后这两天,11月12号,黄明志又推出了一首新歌 也就是三天前了,这首歌叫《墙外》 我们知道他的,我估计很多人是通过玻璃心 然后认识黄明志,我们也是 然后就很有兴趣的去听了他其他的很多歌 的确他是蛮独特的一个歌手 他写了很多很有泪涵的歌曲 我个人比较喜欢他的那首有点中国风的叫《中国痛》 还有其他的歌曲,当然有些是那种比较乌乌的歌曲 你很容易能够听出来,对吧 他的歌曲的一个风格就是,他要表达一个意思 他通过另外一个,就跟这个似乎毫无关系的一个事情 然后来说,但是实际上他在这个歌词啊 或者在这个MV这个情节里边 就贯穿了,他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他新推的这首歌叫《墙外》 从名字上来看,因为之前有《玻璃心》那首歌曲嘛 听到这个墙外就很容易能够想到墙内墙外 就是围在中国人周围的那堵墙 这个歌曲上传现在应该有三天左右 他的那个观看量已经达到了三百多万 我们能看到,就是相当于是一天有一百多万的观看量 这个还是很惊人的 然后我们来看他这首歌是怎么回事 他这首歌是受邀了个台湾金门县政府观光处邀请 为当地做了一首推广观光曲叫《墙外》 还和那个中国女歌手小花合唱 主要描述了金门县的风土人情 黄明志本人对歌曲的定位也是那个抒情民谣漫歌 听下来旋律还是蛮好听的 然后我个人蛮喜欢那个女歌手的那一部分声音 是蛮好听的 然后从他的那个歌曲的名字大概能看出来 对吧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善于用这种用一个事件来表达另外一个事件的那个意思 这个歌曲里边就是在描述两个小孩子 互相认识 互相欣赏 对彼此并没有恶意 但他们中间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 就是那个小女孩是一个富家千金 然后那个小男孩感觉就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那种 然后其中小女孩还穿着红衣 家人穿着车子环境家具都是红色 就是很具有象征意义嘛 影射强烈的这种红色环境 然后歌词写到什么家门被锁 妈妈会担心 就像温室里的小花进不起风雨 纵然任性也无能为力 中期氛围也被认为是中国人 纵然向往墙外的自由 但依旧无能为力 我们先来整体看一下这个歌词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去YouTube上听了 我们读一下这个歌词吧 我宋如到海岸 我躲在角落 远远望着你 你的美丽回荡在我记忆 夏天和绿地是我的栖息 也是你向往的风景 家门被锁 妈妈会担心 就像温室里的小花进不起风雨 纵然任性却也无能为力 我站在墙外等你 期盼着你的回应 我听见你的心跳 还有你的呼吸 我一直在墙外等你 多渴望会有奇迹 空气里一点一滴 都是不言可遇的默契 我躲在角落 远远望着你 你的美丽回荡在我的记忆 夏天和绿地是我的栖息 也是你向往的风景 家门被锁锁 妈妈会担心 就像温室里的小花 进不起风雨 纵然任性却也无能为力 唱到马 我躲在角落里远远望着你 你的美丽回荡在我的记忆 蓝天和绿地是我的栖息 也是你向往的风景 就指的是 这个小男孩在墙外 然后这小女孩被圈在墙内 这个小女孩 其实是向往蓝天和绿地的 这个蓝天和绿地 其实是墙外 小男孩反正生活的地方 所以这基本上 在指代身处自由的人们 仍然望着中国 而这一片自由空气 也是墙内人向往的风景 除此之外 然后歌曲MV 还藏了很多细节 如在33秒 男孩在书本上描绘了 八九六四图层场景 包括坦克火焰 大家仔细去看MV的话 应该能够看到 然后1分30秒 墙里面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 240减15 等于125 正确应该是225 隐喻墙内的教育和宣传 充斥着谎言 对吧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 3分17秒的时候 女孩最后传给男孩的 纸飞机里的字 是简体字 隐喻着女孩来自于墙内 也就大陆 而这个墙无疑是暗喻了长城的防火 我们的节目也叫 墙内墙外莫及聊 对吧 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 就是希望把 我们在墙外看到的东西 传给墙内 或者是用我们的微薄之力 能够穿透来堵厚厚的防火墙 除此之外 戏品可以发现 这首歌阻挡两个孩子见面的是小孩子的妈妈 所以这个身份也很特殊 我们经常说祖国母亲 对吧 下面的留言 有网友在下面留言 就是说墙内的我听了很感动 也很难过 是命运安排我生活在这个封闭的国度 但是向往自由和美好 是所有人类的天性 感恩你能够体谅 喊给安慰 谢谢你明知 然后我们知道 金门是台湾离大陆最近的地方 对吧 然后我们知道过去 那个发生过那个金门炮战 两地相距只有几公里 上世纪60年代 金门和大陆士兵经常隔空喊话 为了更清楚的 让大陆民众听到专政以外的信息 然后1967年 台湾政府在距离中国厦门只有两公里的地方兴建了北山波音墙 通过北山波音墙向中国大陆传递自由民主的信息 这也是他那个MV里边能够展现的嘛 就是在在那个波音墙旁边嘛 就是那个黄明志在波音墙旁边 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吧 就是这个评论能够达到了两万三 跟他人达到了三百七十多万 本墙内人听完直接内崩 这道墙不仅阻挡了平等自由 也阻挡了友谊亲情 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情 很多墙内人一定像我一样 身在盛世 但内心非常非常孤独 不知此生是否有机会在墙外和各位相遇 但我仍在努力 谢谢明志的歌 对我们来说 这是安慰和希望 我觉得这个人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了那个墙外的真相之后 都希望能够推倒来堵墙 我们鼓励所有在看到墙外风景的人 能够尽你的绵薄之力 尽你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大家齐心协力的去推倒这堵墙 就好像这个人说的 就是说这堵墙不仅挡住了平等自由 也挡住了人和人正常的交流 中国大陆的小粉红朋友们 其实本来就可以和墙外的其他的年轻人一样 通常的交流 对不对 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可现在就是变成了骂战 对不对 强迈能够看到真实情况的人 说一点真实的情况之后 就被想法红甚至于是官方组织的五毛来谩骂 然后就掀起了很对立的这种情绪 就是说这堵墙已经阻隔了 本应该是墙内外年轻人相互交流 表达善意的一种沟通 现在就变成了相互的这种攻击相互的谩骂 对不对 然后他说墙是关不住自由的思想的 愿我们大陆人终有一日能够粉碎这堵高墙 一起和台湾朋友们欢声笑语 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我们在这里呼吁所有在墙外看到真实情况的人 或者是呼吸到一丁点自由空气的人 能够回去把这个把你感受到的东西传达给你周围的人 我们知道面对这个极权统治 他的那堵高墙 我们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当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站出来 推这堵墙的时候 他也不是坚不可摧的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首歌也推荐给能够翻墙出来的这个朋友 我们鼓励翻墙出来的朋友能够能够转头把你感受到的东西 或者是你了解到的东西告诉墙内那些没有翻墙的人 一点点去影响你周围的人 当然我们不要强迫人 你可以把你看到的东西客观的告诉给他 说不定有一天他就有这个好奇心想出来看一看 当很多人都出来看一看的时候 这个墙也就形同虚设了 对不对 这个墙也就很容易被推倒 当这个墙不复存在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谎言 他所有的东西都会不攻自破的 对吧 我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 所有和我们一样普通的人 能够做一点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大家可以去听这个歌 其实蛮好听的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